麥美娟宜 身份證、護照,這些是否有講的 其實我們會不會在這個聲明裏面 都要有關的人 無論哪個界別都好 所有的參選人 或者他登記做當然成員的時候 當然找完的時候 都應該要在聲明裏面講 起碼他有沒有持有BNO 或者其他地方的身份證或者國籍 秘書長 參選選委會條例 現在、將來都是沒有一個國籍的要求 所以我們在那個聲明裏面 就不會有這樣的要求 但大家都記得 將來會有一個資格審查委員會 資格審查委員會 其實是可以問那位參選人 是拿任何資料的 所以資審會是可以考慮他的全面情況 資審會會不會要求這些資料呢? 我們稍後應該會有一個比較清楚的理解 現在條例是沒有這個要求 大家都記得我們沒有把資審會的流程寫入條例上 多謝主席 主席 主席 我想我們應該在這裡 我們也要討論一下 究竟是否需要有有關的人 我們不是處理他的國籍問題 即是沒有說過你有其他國籍或者有其他護照 就不給你 不過起碼都要做個聲明 那是否應該要在聲明裏面 或者不是聲明的話 或者是在表格裏面 即是報名的表格或者登記的表格裏面 都要有這一項列明呢? 特別我比較關注的是 BNO的問題 這些我們會不會要在那個表格裏面 即是即使法例沒有說過我們要處理 但是其實都可以在那個登記表格 或者它的提名表格裏面寫下去 如果不是在聲明的話 當然我聲明也可以 但是如果不是聲明的話 是不是在表格裏面寫呢? 因為剛才秘書長說 諮審會是有機會要問有關的人 去拿這些資料的 與其諮審會逐個 如果有幾千人去報名 我會逐個來問 為什麼我們不是在表格裏面 就已經列明要提供這些資料 令到諮審會 它是有足夠的資料去做它的判斷呢? 是 非書長 由於法例裏面沒有列出 諮審會的詳細流程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即是說到現在是不是會 諮審會的要求 即是一定要提供 還有大家要考慮就是 如果任何資料 是在提名表格裏面 提供的話 就會有一個我們叫公開審閱的程序 大家都記得 所有提名表格其實都在上網 任何人都可以去看 在提名期間 所以我們也要考慮這個因素 如果諮審會是拿到足夠的資料的時候 是不是那些資料仍然需要上網呢? 所以其實就是看提名表格的設計 因為如果諮審會只是要求這些資料 其實那些資料是用一些額外補充的表格去提供的時候 那些資料就沒有一個公開上網的要求 所以這裡要有一個平衡的 所以暫時我們的理解就是 這些資料是會拿的 也都會以表格的形式拿的 但就不是要求那位人士做一個聲明 以至在提名表格本身 是可以公開給公眾閱讀的那種情況去提供的 多謝主席 市比書長 是不是你們都覺得 其實是可以要求有關的人去提供這些資料? 因為剛才你說 第一我其實覺得這些資料 就算公開都沒有東西的 就是說如果你參選得 要在香港擔任公職 這樣的話 你連這樣自己有沒有持有別的地方的護照 你都不敢說的 其實那些人都沒有資格去參選 如果你參選 你要在香港出任公職 現在又不是不讓你做 只不過你要告訴別人我有沒有 反正這些事情 如果被人查出來 就更噁心 你又不敢告訴別人 所以我又不覺得 被人公開上網是一個問題 因為所有公職人員這些資料 我覺得都要被人知道 所以也都沒有說過 你公開了 或者提出了你有還是沒有 就沒有了這個資格 我現在不是說他有沒有資格的問題 我現在不是說他有沒有資格的問題 只不過是應該要拿回這些資料 我相信 與其被人起底 那你不如你自己說出來 遲早都會公開的啦 好 有回應 是 簡潔一點 麻煩你 簡潔一點 或者我們明白一下 不是 被捐議員那個關注的 或者我回去我們研究一下 如果是適當地 我怎樣在提拔庇護校裡 將有關資料 怎樣可以收集到 是 謝偉俊議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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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和只有 Kä Ji 他去到某個聚他的位置 我不知道他原來有英國護照 或者要那麼尷尬 是的 這種情況 我不希望要再發生 既然我們現在整個建制 會有一個更改的轉移 傾向是在效忠 還有保安方面更加加強的 所以那個平衡是輕輕轉了位是可以理解和接受 這方面我覺得這方面的私隱其實不應該是私隱來的 因為這麼重要的公職,特別當選委會將來的公職比以往更加嚴重的時候 這個國籍的問題,縱使不是一個法律上的障礙 但是如果公開的話,特別如果有些參選人是要被選民去選的話 在選民的決定方面,這會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我傾向同意麥美娟議員所說,我們應該在這方面做多一點工作 謝謝主持 意見收到了,是嗎? 黃國,麥美娟議員 主持,我也是剛才問回我的問題 因為剛才因應律政司講的提名表格,有指定提名表格和提名表格 如果政府考慮我剛才的意見,即是要收集有關報名的人 無論他是當然委員任何人都好,他登記的時候要去收集他國籍的資料 如果是放在提名表格裏面的話,就希望無論提名表格或者指定提名表格都應該要有 又或者如果是聲明的,那就應該聲明裏面也要加 我剛才想說的是,我想說收集那些國籍或者有沒有其他地方的國籍的資料 是應該所有不分界別或者用什麼方式去參與選委會參選的人 他們都應該要提交有關的資料 請繼續 謝謝主席 下一條條文就去到第12條,即是修訂文本的第296頁 關乎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裁定獲提名人是否有效提名這個程序 那裏面就說到選舉主任去收到那些表格之後就盡快交給資格審查委員會去處理 而資格審查委員會就需要去裁定那些提名是否有效 那在那個提名之後,他也都要因為在提名那個界別有一定數量的議席 他就要去裁定究竟有哪些提名人是可以去填這些提名的議席的 那裏面也都在括弧四段那裏就會按一下那個團體有沒有提供一個優先次序 然後去陸續,即是一一去裁定到那個數目去符合那個提名議席的那個數目 那這裏就是括弧一至括弧四段的那個操作來的 是,請繼續 Sorry,不好意思,謝偉俊議員 主席,我留意到這裏都再次用那個再切實可行的情況下 那我明白到留一些空間,就是common sense,普通常識,什麼叫切實可行 不過立法的時候,我們很多時候,或者參考以往的條例,無論你是上訴,申訴,做什麼都好 都有個七天,十四天,死得好死的 那這裏呢,你們是不是,就是有個政策上都希望可以多些空間 或者因為新例,或者因為比較複雜 所以你們希望只是用一個切實可行來取代了以往的 比較我們普通法習慣,很清晰的說法 是 主席,這個其實那個切實可行是和其他選舉法例都是有這樣的用詞的 都是沒有特別標明是十四天 有個原因的,就是因為大家都記得在立法會那個情況 有個提名期是十四天 但是提名期過後,也都出現一個情況 其實是未判定那位人士是否符合資格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就是 就是,上次就是最後一天提名期 就判定了某些人是不符合資格 但是以往也都有一些極端的情況 就是由於有五六輪的選舉主任和那位有關的被提名人 中間有書信來王,是往來 是導致在過了提名期,差不多七八天的情況之下都未判定到的 所以條例就沒有寫到那個具體的期 但是大家都明白就是 最終法例是會要求那個提名期的結束日 跟那個選舉日期之間是一個時空的關係 譬如用立法會條例來說,就是規定那個選舉日之前的六個禮拜 提名期就要結束了 所以無論如何,那個選舉主任怎樣都要在那個 所謂我們叫做競選期開始的那一天 一定要做完的 只是盡快,只可以這樣說 沒有說到十四天 好 主席,我請跟進一下 我明白 但是因為現在你說的,都不是去審查結果 你只是轉交而已 因為行政上安排 如果你以往質疑或是有關選委的資格 你都走到死了七天之內要做 二十天要判斷的,這是很死的,很清楚的 現在這個設施可行 我只是想理解一下 你是不是故意寫得這麼合戶的 希望可以多些空間 這樣解釋 好,意見收到嗎? 收到,收到,清楚的 我們或者是 我們就審議,今天審議到此為止 我們下個會議應該是 今天下午的兩點半鐘開始的 請大家出席 多謝大家